第三十七集 自从古玩圈的人都知道明且铁是藏在赝品的家层当中保存下来的之后 都纷纷地检查了自己的字画 朱志华也不例外 自然是把他的这幅画检查了个通透 呃,没有 林宇摇了摇头 呃,那你为啥要买它呢? 江静人怀疑自己的女婿这会儿是不是膨胀了 暗自后悔平日里不该那么碰她 虽然没有加层 但画里面仍然可能另有玄机的 林宇面色凝重地冲着江静人说道 嗯,好 我就再信你一次 江静人咬了咬牙 想起了当初发现明且铁的场景 他还是决定相信林宇 随后林宇便把钱转给了朱志华 跑到了一旁冷餐桌上 把画展开 借了个放大镜 仔仔细细地看起来 周围的人也不由得有些好奇 纷纷凑过来 哼,看也是白看 陶老师这方面的专家 难道还要输给你不成 朱志华呢,不屑一顾 唉,果然就是一幅普通的画 是我高估他了 林宇此时也不禁摇头叹了口气 神情十分地失落 甚至有些恼怒 哈哈哈哈 年轻人 吃一欠长一智 哎呦,头老都敢质疑 可笑可笑 以后多学着点吧 不懂装懂 众人只感觉到心里畅快无比 纷纷出眼袭落 叫你不听劝是吧 活该 陶老也不由得挺起了胸膛 在这字画界里 自己还真没输给过谁 五十万呢 纯培呀 江静人心疼地一把捂住了胸口 欲哭无泪 爸,你别把钱看得那么重 我早说过了 他什么都不懂 你偏不听 江炎急忙替他爸顺着胸口 对着林宇不动装动 他也是多少有些恼怒 你运气好 撞上一次就是万幸了 还想撞第二次 简直是异想天开 这幅破坏 害我赔了五十万 留着有什么用啊 面对众人的奚落 林宇显然有些恼羞成怒 突然抓起了坏 用力一丝 死拉一下 好好的紧坏 立马被扯成了两半 众人不由得一惊 完了 这小伙子疯了 江静人根本就没来得及阻止 顿时感觉到万箭穿心一般 苍天呐 这下连十万都没了 把画撕成两半之后 林宇还没完呢 继续拿起来 吃辣吃辣的 撕着 看起来很是生气 最后 一副好好的话 基本上被他扯成了碎片 看着旁边一众古玩爱好者们心疼不已啊 撕完画之后 林宇气呼呼地 把他往桌子上一扔 突然 噗通一声 有个东西从画里滚了出来 掉在了地上 众人寻生一看 发现原来是画卷两旁画轴滚落了出来 这个画儿都被撕成了这样 裹在颈部中的木质画轴自然便掉了出来 别说啊 这画轴还挺不错啊 木质细腻啊 人群之中一个对古墓颇有研究的人忍不住说了一声 只见两根木质画轴黑红油亮 确实跟普通的木头不同 林宇好奇地把两根画轴捡起来 看了一眼 然后递给了陶老说 陶老 虽然您主攻字画 但是听说您在木雕这个方面也颇有研究 您给咱瞧瞧 吃两块破木头 能不能值点钱啊 陶老看清林宇手中的画轴 脸色突然一变 他急忙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带上了老花劲儿仔细地看了看 见众人都聚精会神地 看着陶老手中的画轴 朱志华有些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不就两块破木头们有什么好看的 沉香 哎呦 当真是沉香啊 沉世了半天的陶老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叹 什么 沉香 诸为众人也是不由得以惊 要知道 沉香可是一种极其贵重的木材 在古代号称一目万金 在现代那就更是贵得不得了 陶老将画轴放在了鼻子间小心翼翼地闻了闻他说道 这么长时间了 表面已经形成薄浆 但香味竟然还能这么浓郁 可见含油量十足 通神颜色偏暗 灯光下呈墨绿色 油脂纤维呈白金色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奇男中的白奇男 众人哗然而惊啊 要知道奇男可是沉香品种中的极品呢 现在市面上 奇男粉一克就卖到了数千甚至是上万的天价 这么大两根奇男 那得值多少钱呢 方才我用指甲划过纹路时 感觉十分粘软 可见唇化度非常高 应该是海南产的顶级楠木 小伙子 恭喜你了 陶老笑眯眯地看着林语 将手里的画轴递还给他 奇男是古代皇室专用的香味 既然这幅画是皇室的人所做 用奇男木做画轴倒也是正常 只不过画轴被过缝在了棉布当中 不把画撕了 他还真的是发现不了 所以林语这也是因祸得福了 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哎呀 早知道我也抢着买了呀 六百万我也得买呀 得了吧 你就没那个命 人群当中不少红了眼睛的也纷纷叹息 自己咋没这运气呢 原本心疼地坐在椅子上的将近人 一听这话猛地站起了身 快步走了过去 看着那两根画轴 仔细地看着我 仔细地看了看 激动地说道 陶老 您确定我这真的是奇男木 陶老点头笑了笑 虽然我不主攻这方面 但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错不了 哎呀 家荣啊 你真是我江家的福星啊 哈哈哈哈 江近人 一手抓住一根奇男木 心中惊喜万分 什么女婿啊 从今以后何家荣就是我亲儿子 江言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看向林宇的眼神 颇有些怪异 怎么这窝囊费运气会这么好 先是鸣切铁后是钻戒 然后又来两块奇男木 他醒来这短短一个多月 简直是运气爆棚了 但若不是运气好 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江言叹了口气心想 果然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而躲在人群当中的朱志华 却是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了 我怎么就看不到那两块花轴啊 结果让林宇占了这么大的便宜 六十万眨眼功夫翻成了天价 这要是传出去 那指不定自己便变成了 古玩圈的笑话了 想到这儿 他再没敢多呆 趁人没注意灰溜溜地走了 家荣 你这两个奇男卖给我吧 周辰听到这边的动静 急忙挤过来 看了一眼将近人手里的奇男木 一脸迫切 这两根木头要是交给他 价格起码能炒翻一倍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